这一章里头有两个人 第一个 过无我道语 我道确实苦 这是阿弥陀佛 访问 考察 诸佛 察图 发现有许许多多 佛国诸里头有十八道 有六道轮回 这个不去 不但不去六道 四身发劫也不去 即不读我去 不读我去 从阴上降低 过无我道愿 从过上降低 其下地也愿愿 无有地 我归禽兽 云飞软动之雷 那么这个文字里头说 那各种无有三无道理 这是真正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是祝福 修行正苦 唯一的一个大愿 为什么要修行正苦 是为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这个力量在推动它了 世间这些众生 为什么拼命在造恶业 什么力量在推动它 这个推动的力量 是来自 才是名利 这个力量推动它 无所不为 以为他能得到什么 如果他要真正知道 释出世间一切法 空无所有 像《般若经》上说的 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那个彩色名利 就淡化了 不起作用了 那为什么假的 不是真的 他就能得解脱 他就能得解脱 这些人迷了 不知道是假的 以为是真的 做梦里头 在争夺 争夺 才是名利 给一些互相竞争的人 打得头破血流 一觉睡醒了 这一身冷汗 什么也没得到 在六道里头 在六道里头行过来了 就脱离六道了 谁醒了 阿罗汉醒了 阿罗汉知道这一场空 醒过来 诸四身法界 四身法界还是不究竟 他没有分端生死 但是他又变异生死 但是他又变异生死 那两种生死 在六道里头 两种生死都要受 在四身法界只受一种 分端没有了 分端没有了 变异有 那变异是无常啊 六道里头粗 先粗血 四身法界 威胁 那就是哭哨 乐多哭哨 从哪来的 从分别来的 从妄想来的 妄想就是极限动你 在那个地方用功 不分别 不齐心 不动你 那修成了 等于做梦 又醒了 醒了之后 说法界没有了 全是假的 说法界是梦啊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梦中之梦啊 世尊在大臣经上 常常用梦换炮烟 来做比喻 梦是主要的比喻 幻炮烟 是不足的 是不足的 真正比喻就是那梦境 那梦幻炮烟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我观察 昨天过去了 昨天过去了 它存在了 不在了 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们活动落在这些像 再放开我们看 那是什么 那是梦一场 也是永远不再回来了 这不都摆在面前吗 以前没有录像 看不出来啊 现在录像是什么 那是梦 就在眼前 能得到什么 什么都得不到 四十真相 那就是一天比一天 借尽死亡 这是事实 谁都不能逃过我 早年我讲经常常谈这些 人的一生 从出生 就非常精进 一分一秒都不停止 往哪里去呢 往坊墓里去 从生到死 静静的一秒钟都不停了 那这就叫人生 佛看得很清楚 佛看得很清楚 你到这个时间来的 就是生死生死 永远在搞生死 死了有生 死了有生 生了有死 那这个生死轮回很苦啊 实际上你细心就观察 有生死轮回 他的真相 弥大菩萨说说的 那也弹指 多少个生死了 三十二亿百千年 一念就是一个生死 每一个念头 是圆满的无垠 无垠里的所限的全宇宙 也弹指 我们如果不得换算 假设一秒钟 看五次 就是一千六百兆个生命 每一个生命 都不停住的 都不住 幻想 到处出生 随处灭尽 并发戒虚空间 不利 这个死是真相 我们还有什么可求的 总而言之 两个字 佛把它描绘出来了 叫无常 阿 祢 佛 阿 阿 祢 佛 阿 你 佛 佛 佛 阿